走過來了 走過來了 都流血了 都流血了 好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男子滿身血跡 搖搖晃晃走在路上 頭上被開了一個洞 鮮血直流 事發在高雄三明區順昌街 19歲康熙男子疑似與王姓男子有債務糾紛 相約討論卻起了口角 王姓男子與友人順手拿酒 拼望康熙男子頭上一砸 立刻受腫傷 但康熙男子沒有去就醫 還沿路從順昌街走到頂山街 中途經過商家 還嘗試買一杯綠豆沙 店家嚇壞表示要報警 康熙男子卻拒絕 並走到友人住處 送醫過程中康男還不斷甩頭 救護人員一再提醒他 請不要再動 警方也呼籲民眾保持理性 不要一時氣憤而自視 否則只能接受 法律制裁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 最新情形主播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